今天在清晨的时候各地还是相当的寒冷 不过好消息是呢 因为目前这部冷气团已经开始减入了 所以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各地的气温逐渐的往回升 逐渐的在回暖当中 所以预计呢 在周术假期气温的部分 还会比今天还要再温暖个一到两度左右 各地呢都会回到比较温暖又舒适的 天气形态 但是提醒您早晚还是偏凉偏冷的哦 大家早晚外出海峡记得都穿着保暖的衣服了 而在降雨的部分呢 礼拜六大台北地区基隆碑岸呢 跟东部地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容量还是偏多 同时还是会有下期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 所以礼拜六前往北部东部地区 海峡记得攜带雨具 但是呢到了礼拜天 北部地区天气状况逐渐的转好了 换成是中南部地区呢 是因为受到南方水汽北上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在礼拜天是有机会下期一些短暂阵雨的 所以整体来说周休假期呢 其实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稍微不稳定一些的 大家外出最好是攜带雨具出门 比较保险一点了 好先从微信图上面来看了 目前呢台湾上空云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的 特别是在东北季风迎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今天还是阴沉沉的天气 而日进呢到了明天 东北季风还是持续的吹 所以北部东部地区云量还是偏多的 而位在东北季风的背风侧中南部地区 则是有阳光露联的好天气 那么至于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 首先呢是礼拜六跟今天天气状况差不多 但是气温的部分开始回暖回升了 而接下来礼拜天南方水汽逐渐的北上 所以受到南方水汽北上的影响 中部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有机会下期一些短暂阵雨 礼拜天呢前往南部中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而在气温的部分呢 随着冷高压逐渐的冬移出海 风场慢慢有原本的偏北风 转成东北风甚至是偏东风 所以至少呢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各地的气温都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再温暖 好进不来看一下礼拜六降雨的部分了 礼拜六呢刚刚提过了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东部地区 还是有机会下期一些短暂阵雨 但是呢在桃园以南 直到高雄屏东 越往南走 天气越好 阳光呢露灵的情况就会越明显了 今天来说桃园以南 一直到高雄屏东 都是多云到晴朗的稳定好天气 在气温的部分呢 清晨跟晚上还是冷嗖嗖的哦 所以提醒您了 地温的部分呢 在清晨跟晚上 还是只有大概13度到17度左右 所以大家早晚外出 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 只是呢在中午的高温 普遍来说都会来到20度以上 所以呢其实中午的时候 算是温暖舒适的好天气 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呢 可以看到高温都是来到了 24度到256度左右 暖乎乎的好天气 整体来说呢 在未来这段时间 气温的部分都会一天比一天 还要再温暖 预阻的部分呢 就可以慢慢的减少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